美军重启飞行汽车计划 据外媒报道 美空军正推进飞行汽车连发计划 美空军负责战略 整合和需求的副参谋长克林顿·西诺特 描述了未来飞行汽车可能使用的场景 一架飞行的救护车 前往太平洋某个偏远机场 在遭受攻击的军事基地附近降落 迅速将受伤士兵送往治疗地 后来 由于发动机和相关技术存在问题 该项目被迫终止 虽然飞行汽车价格相对较低 但要真正装备部队 形成风群作战优势 离不开巨额经费支撑